聖誕很特別 聖誕很特別 這個聖誕很特別 以前沒有試過 以前的聖誕吃喝玩樂玩 對不起 警察五大訴求 陪我家人過一下 女朋友過了 今年就是穿著劍梵 走出去問蛋和救人 做一個first aider要做的東西 這個聖誕對著警察 示威者 催淚彈 胡椒噴霧 聽著警察的粗口 辱罵 這個香港政府的無溪 或者警方高層的無溪之談 白色恐怖 等等 但沒辦法 這一年很不同 很難忘 見到很多事發生 不只是聖誕 這六個月 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這樣 有這個崗位 做First Aider的崗位 六個月前都只是上學讀書 有空去看電影 吃飯 沒想過六個月後的星期六日 做一件反光衣出去救人 幫人 小時候自己很喜歡做警察 甚至說現在警察的裝備很好看 很好看 但他們是警察 是狗 甚至他們做一些不太好的事 過份過火的事 小時候教我警察是好人 但這一年這六個月完全打破了我 對警察的好印象 我相信這個警隊裡面還有少部份 還有好的警察 良知的所謂白警 但這六個月我走出去會見到很多 很過份的警察 主要前線 不是真的 我希望 反而現在我的聖誕願望 就是希望可以懲罰到這一班所謂的警察 令到有一個真是有信心 給香港人一些警察對方的信心 沒有可能你現在會見到鏡頭裡面 一個很和平的活動 你沒有見到有所謂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的手足 只是一些中學生坐著溫習 覺得相同的理念坐在一起溫習 相對和平 連口號都沒有怎麼喊 但是你會見到上面新城市 有大量便衣 周圍大量綠色的object 防暴警察 其實真的很無稽 打劫那些又不見你出現 你不見你便衣 周圍走走看 防止打劫 因為年近歲美 相信每年都是這樣 歲美一定是多打劫爆隔 因為近年 新年 但是你又不見他們去處理這些事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情況 亂噴胡椒 這些就見他們 我覺得警察不是這樣的 警察應該是站在市民那邊去幫市民 而不是被他們的仇恨憤怒掩蓋他們的理性 根本就沒有理性 你可以見到 現在其實老實說 一些警察坐下來去看清楚 現在發生甚麼事 真是去宏觀整件事 你們是否真的做了一件對的事 我想知道他們想清楚 拿著他們的警棍 拿著他們把槍對著一些中學生 大學生亂射真的好嗎 老實說如果不是警察他們這麼過份 我相信現在的示威者都不會演變到 有人是難聽說 汽油彈這些不會出現 你不見五年前有出現這些東西 為何今時今日會出現 就是他們真是過份 而覺得有小量的小 有部分的小人 不要說小量 覺得要跟他們有相對的抗衡 才會出現這些事 五年前雨鴿 你見到是幫警察擔傘 跟警察吹下水 你會見到這些情況 但為何五年後的今時今日這樣 你問一下警察 是否真的覺得 現在做的事是公義 所謂正義之師 他們根本就是被政府 中共利用了的一批人 他們只是一個棋子 當政府倒閉的時候 他們就是拿出來被人制棋的一班人 他們真的要很想清楚這一點 但他們很多時候就是被仇恨掩蓋了 沒有想過這件事 應該是 應該是警察是保護市民 但現在警察應該是打市民 一些不關事的 不是示威者的 他們都打了一份 很多人都遭殃及池魚 我見到很多人都救過不少的 前兩天救過不少的 都是老過殃及池魚 胡椒噴霧 甚至可能是圍觀 難道真的害怕就沒有出街嗎 老過都是 有些家庭 可能真的聖誕節 一家大小出來新型市 逛街想買東西 買禮物 都走過 被胡椒噴霧噴中 又被警棍打中 一堆便衣在他們旁邊 一切都是不對等的武力 所產生的後果 究竟是否需要用到這個程度的武力 去對付一些市民 警察應該要好好想清楚 為什麼市民現在對警隊這麼沒有信心 為什麼這麼仇恨警察 你可以看到陳百祥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討厭陳百祥 因為他支持開槍 沒有人性 冷血 同樣警察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討厭 有原因 事必有因 不會無故討厭你 你討厭一個人 你有原因 是否喜歡 在這段時間 去到處走 買禮物 有不可你 有不可我